埋伏在超商附近停車場 一名便衣員警跨過馬路直直撐 鎖定角落這一部白色轎車 在駕駛座的詐欺車手 發現不對勁 準備催油門落跑 便衣員警這時拉開副駕駛座車門 想攔阻 不小心被撞傷 巨大撞擊聲明中都嚇一跳 警跟在後的黑色鎮房車被撞 又看到白色轎車剛開出停車場 突然失控自撞上護欄 當場就被埋伏遠景團團包圍 其實是一名女子被詐騙超過30萬 報警後決定相約第二次交易 揪出車手 他跟我拿錢 我剪錢給他 然後他發現有腳高 我就說不好意思小朋友拿去玩 我就先離開 然後警察就上去了 事發在嘉義民雄 七號晚間六點多 警方為了攔查車手在一旁埋伏 29歲林姓車手全程都沒離開轎車 交易過程中發現拿到假鈔 不對勁就想跑 英勇的30歲林姓員警上前攔阻 右腳掌不小心被假傷 車手又因為開不到100公尺就自撞 臉上也掛彩 明顯現狀拒絕攔查 衝撞警方 導致一名員警右腳擦挫傷 受騙女子最初是看到臉書清潔工 招聘廣告 又被投資虛擬貨幣畫素洗腦 投入30萬才智被騙 炸氣集團招數越來越多 如今鎖定年輕族群 從社群平台下手行騙 車手為了面交髒款 大膽衝撞警方 自己最後也受傷 真的值得嗎 TVBS新聞記憲亨嘉義報導